取了一个快递回来,从隔壁村啊,隔壁村后面那个村啊,就是这样,前面不好放,就放在后面了啊,就是这样,回家拆箱看一下都是什么东西啊 哎呀,我的天哪,哇塞,又是这么大一箱啊,我的天哪,大家看到没,哦天哪,又是一大箱啊 啊,如果我没拆过的话,这个就是蓝姐寄过来的,因为前两天他都,我说了一下,记得个快递啊,就是这样 对啊,拆开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广东寄过来的,我看这个地址是广东佛山的啊,嗯,广东佛山的,哇,这个还不太好,拆开 他的话,是去年八个十五的时候,我就,唯一就是收到的月明,就是这个,蓝姐寄过来的,对吧 就是这样,今年的话,再过几天,又八个十五了,又寄到了,又收到了,啊,收到,啊,寄过来的这个,这个,快递啊,就是这样 蓝姐,这个人是属于那种,怎么讲呢,属于人粉话不多,就是这样,天上没什么交流的我们 就是,就是,就是,就是没,就微信,虽然加了有,但是他也没,没跟我说过话,没怎么说过话,就是这样 但是他这个,每年都,寄过来这些,月明啥的,说实话,真的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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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面对挺感动的 就是,从来不说废话的那种感觉 看看,今年收到了什么,这里面,这应该,没估计错的话,应该这是我,中秋前收到的,礼物啊,最后的礼物了,就是这样 看一下啊,广东寄过来的,广东寄过来的,好东西啊,哇,一路我眼帘的这里面,好多呀,看到没,这里面好多东西啊 这,这个是,双汇,哇,这直接,漏开的啊,好大的啊,这是给毛孩子们吃的,还给我吃的,我也搞不明白 没跟我说,也没说,嗯,哇,这个好像很好吃,看到没,这个是双汇的啊,大的,这里面一共是有,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是有六根的,这个,放边上吧,这个是放边上啊,然后看一下这个,这个是啥东西啊,哇,今年记得比,比去年多啊,去年,幼师傅啊,这上面写的是幼,应该是, 哦,这上面写的大红柚啊,柚子啊,啊,我都,我都,我都,什么时候买过柚子啊,哈哈,我有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因为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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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没有钱买水果啊,放在这里吧,然后,就是,主角登场啊,啊,没猜错的话,就是,主角登场啊,啊, 又是月鸣啊,今年这个月鸣还不太一样啊,今年这个月鸣不太一样啊,一个王顿旁,一个月啊,上上月,是这样啊,还有一颗是,月共优选,这个,这个,这个看不出来啊,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上面啊,没标啊,这个没标啊, 啊,供销合作社,中国供销合作社,这难道是公家单位发的吗,哎呀,哇塞,还有这么好的礼包啊,就是这样,上上月啊,上上月应该是,你看这名字起的就很,很广东的那种感觉, 这里面没有了,还有广东饭啊,就是这样,这个是可以送礼啊,这个,对吧,包装包装袋啊,但是用不上啊,基本上我家这边亲戚的话,我老娘,我奶奶,我也没啥亲戚了,都给他们送过了,东西基本上都送过了,等到8月15那天,还是去我老娘家吃饺子,到时候给他带一盒吧,再给他带一盒,所以的话,我就不怕了啊, 这次你不怕,没有吃的了啊,上次那个,上海大哥寄过来的,基本上都封给,都封给家里面人了嘛,我就吃了一个嘛,就是这样,不好意思啊,有点粗暴的,哇塞,巨匠定制,传承经典,看到没,巨匠定制,传承经典,哦,这个是四个的,这上面写的是,这上面写的是, 是蛋黄沙粒啊,蛋黄的,我看一下这里面都有什么味道,蛋黄芝麻,双黄白莲,双黄白莲,哦,这样,看到没,他这个月饼比较大,一个大概在80克左右,如果我没有估计错误的话,对吧,之前我也做月饼,就是这样啊,还不错吧,看到吗,给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样啊,阿飞请大家吃月饼,哈哈,人也小气了啊,嗯,一饱眼福,看一下这个啊,这个我也看不出来,中国供销合作社,月供,月供,优选,这种盒子,这个应该也是很好,嗯,这个,这个月饼也挺大的啊,连绒,双方连绒,嗯,五人活主人,他这,他这两盒的话, 刚好是,几种口味啊,我也没算,反正没有重复啊,这两盒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给大家吃啊,请大家吃啊,这两盒月饼,这个蓝姐真是属于人狠话不多那种,真的是,从来没有废话的啊,一句废话都不多说,很神秘啊,我觉得很神秘啊,在我的感觉里, 就是这样,啊,拆开看一下这个柚子,送人也没必要啊,哇,一看包装的很好啊,看到没,包装的很好啊,哇,很鲜的感觉,嗯,很鲜的感觉,这个颜色的柚子很少看到,我怎么感觉,超市都是黄色的那种柚子,对吧,这个是,对吧,这个颜色是,青色的,对不对, 啊,摆开了,摆开了,摆开了,不知道酸不酸啊,我好久没吃了,好久没吃这些水果了,因为,一方面超市卖的贵,二方面这些水果都比较大,一个买下来十几块钱,二十多块钱,太贵了,就这样,摆开了,尝一下,嗯, 比我想象的要便宜一些 我以为是酸的 味道不错 放冰箱里 放冰箱里冻一下 吃的时候再切开 肯定是冰凉爽口 肯定是很好 现在就不吃了 这边月饼的话 我们选一个吧 刚好就当午饭吃的 我也不想做饭 一个人做饭吃好麻烦 就是这样 我们挑一个吧 双黄粒粒 双黄 什么蛋黄粒粒 就挑这个啊 人家又吃月饼了 又可以吃月饼了 好开心啊 蛋黄粒粒啊 因为我就看不懂了 这个粒粒我怎么理解呢 很香很香的豆沙味啊 就是这样 大家先吃吧 看一下 插一个看一下 这上面是蛋黄 然后豆沙 红豆沙 然后里面粒粒呢 豆沙粒呢 难道红果粒 应该是这样啊 尝一下 嗯 它这里面是云豆啊 红豆 红豆颗粒 就是它这个豆沙 里面有那个小红豆嘛 对吧 嗯 这个就甜一些 比之前上海的大哥的那个 就要甜一些 味道就更加的飽满一点了 吃到这个嘴里 味道会比较丰富一点啊 一边喝茶 一边吃月饼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啊 就是这样 嗯 这名字起的太诱人了 所以主要是这里面的红豆好吃 红豆和豆沙呢 春进去的话有一点软糯 然后呢 咬到红豆的话 又有点颗粒感啊 所以它就要 对吧 蛋黄粒粒啊 应该就是 就是这么来的吧 就是这样啊 今天说到这么多 这么多礼物啊 真的是 真的是感谢这个 蓝姐啊 感谢这个广东 火山蓝姐 送过来的这些吃的啊 就是这样啊 真的是很感谢你啊 真的 不让你看我视频看多久了 反正我知道去年八十五 你就寄来了两盒月饼嘛 就是今年又寄了 寄了过来 就是这样啊 让阿飞也是倍儿有面子的啊 对吧 我这拿出去对不对 送送礼对不对 给我老娘给谁的对不对 也很有礼 就是很有面子感 做人就是这样啊 每个人都有一点虚荣心吧 可能是这样的啊 然后 特别的谢谢啊 特别的感谢啊 感谢一路的支持和陪伴啊 感谢大家 就是这样啊 然后今天的开箱结束了 这个的话 这个话应该是人吃的啊 但是到时候前台里毛孩子们 让他们尝一下 这上面写的是鸡肉火腿肠 这么大 这么大一根 六根 刚好我们六根 一个人一根 刚好分离啊 他是不是 是不是有意这样 这样滑过来的 一二三四五六 真的是刚好六根 可能就想了我们六个 刚好一人一根 好 原来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啊 然后再过这个几天就八月十五了啊 然后谢谢 对吧 送过来这么多礼物 有水果 有月饼 对吧 还有香肠 对不对 就非常的nice啊 非常的nice 谢谢谢谢啊 谢谢 然后祝福的话就不说了啊 等到八月十五我们再说吧 现在说了八月十五就没得说了 就是这样啊 行就这样啊 谢谢 对吧 对吧 感谢观看